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包包 给你每周最速报 我是Doris 我是刘 台股在9月3号的时候 他其实又经历了一次股灾 然后大家在恐慌的时候 今晚会其实有出来喊换给大家心象 公股行库 他其实也有加码护航台积电 那现在资金都在哪边呢 好的 那我想9月3号大盘 虽然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跌 这个外资大卖台股 超过千亿台币 创下史上第一大的卖超 这投资人开始就觉得心慌慌嘛 而且这个最近几天 这个礼拜以来 这个上冲下期的 大家都很担心很害怕 但重点是 我认为啊 这个坡的大盘杀下来 是因为大家在担心什么 担心接下来日本央行会不会升息 担心未来美国总统是谁当选 所以市场的波动是比较大的 而且接下来9月份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即将要降息 那降息这件事情大家就在猜 到底将一码还是将两码呢 对 基本上是一定会降 而且不止9月降 11月降 12月份 也有可能 三次都会降息的几率是相当的高的 是 所以我想这个不管是台北股市 或者是美国股市 其实市场充斥着不确定性 但是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嘛 对 人家在怀疑 人家在害怕的时候 反而就是一个好买点 那重点来了 到底要买谁 买有业绩的嘛 买有数字的嘛 是 那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盘这波杀下来 是不是第二支奖 对 因为跌999嘛 当然有可能啊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说台北股市要出现第二支脚 那这个黄金右脚 右边的脚不能低于左边的脚 对 如果比左边的脚低 那就掰咖了嘛 那就不是黄金右脚 那关键在于要出量攻击 像这个礼拜五台北股市 就出现了明显的大涨 上涨240几点 可是成交量没有明显的放大 就代表说 这个攻击的力道不够强 后面必须要持续的补量上攻 好 那至于要买什么样子的股票呢 是 Doris 你觉得要买什么样子的股票 买 大家都在买的 买法人在买的 你的意思是这样 买外资买什么就跟着买什么 求新买什么就跟着买什么 对 但是你要知道法人 他们如何选股 他不是看股价 他不是看筹码 是别人在看他们的筹码 那他是怎么决定要买什么呢 他会去看每个月 这个营收开出来之后 他去扫描 业绩数字出现明显成长 获利数字有明显成长的 他就把它放到自选股里面 然后深入的去做研究 所以我想投资朋友 除了在观察外资买什么 投信买什么以外 你也可以去搜寻 当月份 月初10号之前 会公布上月 这个营收 创新高的公司 好 例如我们帮大家列出来 这些公司 比如像信华 台药 好 这个泰金 德韦 新创 新向 这些公司 他的八月营收 创历史高 好 比如像第二页 这个生技股 药华药 他这一锅的股价走势 所以还算稳健 那金鼎 这个设备厂 大力光 广达 还有 以利店 对 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 以利店嘛 他的数字 在今天下午 刚刚公布 4.89亿 创历史高 所以你会看到 最近的股价表现 就非常的强劲 所以投资朋友 可以朝这个方向 去做寻找 好 但是你看 这一波的下跌是 跌最凶的是 8月初 对 那8月的业绩 创历史高 所以 8月6号那时候 他还是跌 最低跌到48.2 对 所以股票市场 在恐慌的时候 是不是 很多人都把 基本面 当成什么 垃圾 当成泡面一样嘛 当然垃圾一样嘛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人家业绩数字 一公布出来 今天下午公布出来 试货的 聪明的 早就冲进去买了 没错 所以 短短的 这一个月时间 他飙涨了 58.5% 你就知道 很多 其实 股价 最后 一定都会反映什么 基本面 反映营收 反映数字 但是 我们刚刚看到这些 营收创历史高的公司 你要怎么操作呢 千万千万 不要看到股票 爆大量了 你才想追 好 这样子就来不及了 反而是人气 我去嘛 买在别人 不敢买的时候 接下来呢 就是啊 虽然呢 我们看到了外资 还有脸 十二万 大家都很紧张说 外资是不是 卷款落跑了 不过真的 大家不用太担心 外资呢 投资新台币呢 大概有 8.7兆元呢 竟会入 高达 创新高 好的 那我想 你如果观察的是 最近 比如说 观察8月份 到这个9月初 确实发现 外资三不五十 就卖台北股市嘛 对 而且今年 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外资 光是卖台北股市 几乎啦 大 这个史上的排名 千几大的这个卖超 都是集中在2024年 你就觉得好像外资卖很多 觉得好像外资绕跑 实际上呢 外资 他没有绕跑 他汇进来的钱 虽然他把股票卖掉 但是钱放在旁边 他没有汇出去 他在等 等什么 等时机 等机会到了之后 锁定好的公司 好的股票 他就会再度进场做买超 尤其是下礼拜 苹果就要发表新机嘛 那开卖之后 因为大家都开始在 期待他的AI功能 对 那AI功能 以前没有这么的重视嘛 那现在开始 大家着重这个功能 发现 这个手机如果好用 后面 它的销量 持续成长的话 那对于 平概股 特别是像这个 大力光 对不对 或者像台积电 像鸿海 都有正面的一个帮助 好 所以 另外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外资啊 今天是礼拜五嘛 对 那礼拜四 礼拜三 虽然我们看到 这个本周出现了史上 外资单日卖超最大的 1000亿的一个卖超 对 那大盘也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跌 可是外资的空单 反而在这个时间点 快速的回补 而且短短 礼拜三 礼拜四 两天 就大幅的回补 超过一万口的一个水准 所以这意味着 外资其实也没那么看空 如果外资他看很空 那这一波第二只脚 我们刚刚提到嘛 第二只脚如果跌破第一只脚 几率很大 对 那外资为什么要在这个礼拜 礼拜三 礼拜四 就大幅的回补 一万口呢 他应该不要回补 而且甚至于还要加空嘛 对不对 但他没有这么做 对 显示外资没有那么看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第二只脚打底完成 打底成功的几率是相对高的 所以投资朋友不用太紧张 好 那接下来就是台积电 红海广达 他们其实都有一直在表态说 AI的量能充足 会一直好到2026年 所以代表着 AI的多头行情 要轰轰烈烈嘛 好的 那我想为什么最近 这个AI概念股 表现的弱势 对 甚至于今年 因为AI的这个议题 从去年的5月开始 已经发酵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今年最火热的 不是之前的那些AI股 而是水冷散热 可是你去观察 双红 旗红 高丽 然后去观察那些 二线的厂商 其实在今年这个GTC 还有包含像这个6月份国际电脑展 最主要是国际电脑展6月 是一个多空的分野 从6月份开始 它就出现了明显的修正 是 它是领先大盘出现修正 因为大盘是在7月底8月初 才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大跌 可是水冷散热这个族群 它的高点是出现在今年的6月份 6月初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旧的AI或是今年的水冷 表现都非常的弱势 因为大家担心的是 GB200 灰达的这个产品 递严了嘛 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嘛 你不用想递严 一个一季 这个时间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这个订单 真的是你这家公司的 好 那后面一定还是你的 好 那当然有哪些公司 是直接受贿的呢 好 像这个广达 好说AI下半年会更好 对 那我认为你要看的是明年啊 明年要更好才行 你知道吗 那台积电他也说啦 它的COAS产能 今年比去年多一倍 明年比今年还要再多一倍 翻倍嘛 那到2025年 都是公布应求状态 那2026年才看看 会不会这个 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情境 好 那台积电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公布8月营收嘛 如果台积电公布8月营收 表现是比7月又更好 当然有助于它在这里指稳 好 那就算没有持平也OK 没关系啊 其实它最主要的旺季 应该是在90 11 12 第四季啊 是 好 那现在看起来 它还是呈现一个指稳 在一个整理的一个形态 好 那鸿海呢 对 鸿海也开始在慢慢的压缩了嘛 前面的高点下来之后 它就开始慢慢的压缩 结果人家8月份的数字 表现其实还不错啊 对 好 虽然说月减4%左右 但是年增32% 表现也算还可以 还OK 嗯 那它的贡献 你要看接下来9月份嘛 因为苹果发表新机嘛 对 好 那再来呢 广搭 它说很看好下半年 可是哎 你看哦 它蛮厉害的哦 它的营收数字月增多少 16% 16嘛 年增43% 比去年同期增加43% 是 人家的数字是创历史高 那有些人就会问啊 那它的8月营收创历史高 为什么它的股价没有创历史高 对 就是市场在担心GP200会递延的问题嘛 是 所以它的股价就稍稍被压抑 可是后面只要证实 它的GP200 它的出货是 能够再往上拉升 再创历史高的话 其实我想它股价 还是有机会表现的 好 那至于我们一直follow很久的 这个穿五充 去年5月份 那时候买400块 500 600 700 800 那到最高1475 至今 我们不离不弃嘛 对 它今天下午刚刚公布 这个8月营收 月减1.9% 就减一点点啊 维持在历史高附近 它是历史次高 年增88% 它的股价表现 就是横盘整理 好 那公司就是有季风这个信嘛 来 Doris来念一下 We look forward to the scheduled mass production of the GB200 and B200 in the near future and we are carpenters lacking slide will achieve another year of Stamble growth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我们期待呢 GP200和B200 它的未来产能 还有呢 我们非常 我们对台积电 非常的有信心 来 嗯 这个是窗户发出来的 哈哈哈哈 你不用管台积电 是 窗户 他说We look forward的这个schedule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GP200 B200会遞延嘛 嗯 但是公司 它的看法是 他们觉得量产 GP200跟B200 是在不远的将来嘛 是在近期 他们是有信心的 嗯 会做这个量产的动作 而且他们对于明年 公司长期稳健的成长 是非常有信心的 对 所以我想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有时候你不用看的那么短 看那么近 嗯 你要看的是 未来一整年的一个大趋势 大方向 好 所以纵使你看到 为什么其他家什么 华硕啊 广达啊 伟创神达 音业达 股价看起来就是 鸟鸟的 不怎么样 那鸿海也没有再创新高 那我是要跟大家分享 这些公司是 很多家组装厂 是 抢同一块大饼 嗯 但是在做伺服器 AI伺服器 导轨这一块 是一家独大 窗户 就是窗户 他在做这个 这个slime 对 所以我想 在整个产业趋势 跟方向上啊 这个市占力越高的 对于他是越有利 因为他的纯度就越高 好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 各位投资朋友 做个参考了 我们谢谢老师的分享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可以加入老师Live 还有Tagran 另外还有老师个人频道 记得订阅起来哦 股民爆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